好,接著到下一道,賀心政治的作品,他又來了 骨叉都關機械人士的,賀心政治 你說到他好像是一些很令人不喜歡的東西,都要討厭啦 不是啊,這套魚仔送了很厲害的 我其實看以前沒有留意我的故事 看日本戰國有徵德,挺有趣的 然後到最後,機械人 有什麼有趣的,不是英雄戰機 我還沒說完,看機械人 喂,這麼熟的機設,賀心風格的機器 然後看,這套是河心的一套 但好像沒有中到外 不知道,這套就是魚仔信長 這套是用魚仔信長的故事 我們上個星期講完信長之槍 這套是死章信長,即是魚仔信長 人家有名的,人家喜歡病的 The Fool 用這句說的叫,Totally Foolish 為什麼會這樣叫,我不明白 喜歡咯,任何字,講英文外面很喜歡清授,很有用 那個故事就講,這個世界就分了西之星和東之星 有沒有調什麼星 你簡單地講,一邊就是裝甲騎兵的世界 一邊就是全國屬闊的世界 沒關係,你當一邊是西方的西方角度 一邊就是 我不知道它那個角度是日本的角度 在東之星來講,因為我沒見到所有中國風的東西 我相信都不會見到這個是一個戰國時代 不要說曹操過來 我真的不擔保,可能那裡有曹操的 那裡不是high school的一些嗎 它有機會的,中國那邊還沒講 可能有曹操的 有些類似就是它都用了很多所謂的歷史名人的一些名字 去做這套 遇者信長裡面的一些角色的名字 那就是英雄戰機 不要說不是喔 我覺得完全是喔 那這個故事就講,其實西之星就已經是接近就來統一的狀態 那東之星就還在這裡大家大力大 戰國群雄各巨 那就是因為其實究竟 因為其實跟著就講就是 這個西之星的阿貞德 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女主角 暫時在OP裡面,我看不到她的位置 是屬於女主角的位置 那不理他們先 那就發夢這個叫做什麼 東之星的 他是不是算舊世主還是什麼事 他認為他是舊世主 即是神奕啟事 但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其實還在懷疑 不過應該也是 然後跟著就 因為這樣 就跟中途就遇了一個神秘老頭 什麼特分期 達分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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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是文藝復興三傑 不要這樣 紋世 紋世就給了塔羅版 紋世拿著朋友出海 不知道做什麼 然後就說 就叫阿貞德 跟他一起 不知道 其實那個原因也沒有 是說 你發夢 既然夢到是的話 那就去東之星玩一玩 然後就搭飛船 然後就搭飛船 就搭物捷倫的船 搭物捷倫的船 搭物捷倫的船 阿文西搭捷倫的船 然後就是偷渡 就是他去偷渡 然後就順便把他最新型的 這個 全急速狂奢 戰海 對 大戰海 對 就帶了一個去東之星 那裏 然後中途裏面就 聯入了這個武田信 也不是聯入 打完 也不是聯入 其實是打完的 打完 打完 他從來沒有練入過 事後撿雞 事後撿雞 然後來到這個東之星 跟信長巧遇 當然這個是命運的安排 各位很喜歡用命運的 你要明白 他就說是救星王 那是甚麼名字 阿文說話是救星王 不是救星王 不知道是甚麼 龍神宇的朋友可能是 好奇怪的 那些名字 我覺得 街上出發聲 很可惜 街上出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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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參填 那一節 大家就說 有看過何心的 大家也知道 第一次坐飛機的慣例是 左手男女 又是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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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女人想撿她 然後停開了 她不是男女 她的形態 自動開了 那便是男女 OK 然後開身形 你不要開身形 沒有開身形 這個何心 是很典型的第一集裡面 近期的作品 他都是 無論坐哪個機械人 幾乎那條女人 都一定要摸進去 坐在男主角的大腿上 然後開機 好像很方便 這個設計 我說你是不是有雙人精神指令 是很威風的 現在 阿堅華四十八點呢 真的不知道這件事 但是OK 第一集當然 沒有經過一萬二千年 再經過一萬二千年 人家經過一萬二千年 這個 這個 你可以說是 考慮 然後 信長就把武田軍的一些戰海 打敗了 嘩 她那個打敗 很好笑 看第二集那個 第一集打敗沒問題 只是拳腳功夫 真的打敗 其實真的打敗她 然後把大海鴿和文西 還有阿貞德 帶回去美張國 然後去到第二集打敗 但我爸爸還沒死 你不要管那麼多 這個便宜世界 你不要 這個便宜世界 你精得都可以叫做難丸 有什麼不足夠的 真的 OK 都說名字是跟以前一樣 難怪牛丸都沒有牛 當然 我有一點相信 西醫生的科技力 的確是比東醫生高 差那麼遠遠 人家東醫生的經驗 但是全部都做劇情 那也是 太看少了 這些只不過是戰爭 我們應該要看一些 生活向的東西 你由可以綁打 可以將一個 精得這麼豐滿的身材 都可以包成一個男人 你就知道 西方的科技力是比東方高很多 不是喔 韓國來的 那些電話很爆炸 什麼啊 IS啊 法國科技力不能小看 精得西智 西智就是西歐那邊 法國 就是對 那他科技力高是很正常的 所以由這一點也提出 東醫生裡面的大戰海 人家武田信員沒有嗎 那些作伙兵 就差很遠 但是武田那些工具都很厲害 武田那隻是戰王院 你不要理他 我錯了 龍神院 故事就其實 暫時來說 兩邊 故事就分了兩邊 西醫生因為接近就來統一 西醫生說到應該是資源 就應該就來 玩完 玩完 用盡了 其實這個橋段 大家是不是似曾相識 這個當然是創生裡面的橋段 就是當這個 武星不夠 這個 沒有了能量的 可能他們因為 那些女兒沒有了 可能是僅餘的 那條女兒又過去了 他們 他們侵略東之星的原因 可能就是什麼 他們就要捉一些女兒回去 你覺得是這樣的 人家覺得是正常 沒有資源 農民不夠 他創生一開始 不是說都是這樣 他最後說 還是沒有女兒 是不是很有道理 我批評不了 繼續 當然 他沒有了哪方面的資源 這方面我們都要 人力資源 日後我們才會知道 究竟是什麼一回事 其實他們想著 當這個西醫生統一之後 他就侵略東之星 那他就 那很正常 其實暫時未知道 其實西 他接著就是 派了幾個人過去 就是為了捉民西回去 那幾個人是跨時代的 對 說一下 海撒 殺海撒 那些人 全部都是勁人 沒有 那沒有 他們西醫生頂頭那個是阿瑟王 即是預唱劇事打誰 好奇妙 然後梅林 梅林 梅林什麼 午餐肉 都沒出來 波法師 所以你說 東之星裏面有曹操 有關羽 有什麼好奇 好奇的 之後會曹操打關羽 crumbs 嘖 任何 pensando 這套 這套仙相 我其實 America 雖然在畫風 故事那樣 但是他們同樣取消的題材 又是畫風 當然要看《無雙Facebook》 的帖子 又是不同的 普遍的話 I am在無尊Facebook上的貞德在短短一集裏面 六個變相 我只認得尾下那三幅 首先左下那幅是明顯是男家三姊妹的作畫 有一幅是Dot Day 還有一幅其實是... 慘了我突然間忘記了那一幅 我記得了算了 回去我寫一次 有一幅就有小串阿諾的Dot Day 什麼都有 總之什麼都有 一套Dot Day 都是六個元 黑夜啊 細晶的科技力是很高 整容啊 除了速兇帶之外 辯念都是他們的強項 就是韓國啦 滑斌就滑斌啦 你面臉 我終於明白為何日本統一戰國 只要打韓國了 是很合理的 那現在的故事其實最主要是第二、第三集 其實最主要是 武田信元和信長的... 因為美張國和他們之間的對決 葛根龍哥之間的對決 因為武田信元知道就是信長拿了這個大戰海 當然他也不值得 當然他也不值得 他沒有打算搶的 他打算打殘他 打殘夠的 當然我們不過一不提 其實 中間裡面其實呢 其實戰海是很有問題的 那些戰海是有個通風後 是可以射到有駕駛艙 通風後很容易在前面 你要明白為何樹靈是這樣 西芝星的科技很鮮 你看信長的機 人家好像高達的有個螢幕 對面那邊的螢幕 是一條條棍 好像打二戰的戰豪 有個洞 你明白 那個叫鷹大正那部機 你明白嗎 你明白嗎 光霧 那部真的是光霧 光霧給他好很多 光霧起碼那些洞不會 大到地下的渠蓋 你還要有時候 我看到 其實一個物理學小小的說法 信長站在高地裏 那些戰甲是站在低地裏 那條東西應該是平衡線的嗎 我就不明白 一個趴密線的戰 為什麼可以洩進去 對嗎 不是他站在高地的 因為信長站在高地射下去 對 但是靠密線運動 可以做到向下的射 但是他之前 不 你看裝甲那裡 那裡應該是卡住了之前的 其實是會 不過好東西是可以的 信長很厲害 信長很厲害 重心在前面 信長是救星王 那OK啦 救星王大了 跟著要講的就是 這個到信員和信長的大戰 可以對決 跟著這裏就是 哇 真是何心 何心可能是念念不忘攬女 就是 信長知道不夠打 少了精神指令 立即去攬一條女 哇 然後立即打到棒棒 加數值 立即打到棒棒 不是 數值不會加精神多一份 不行 我可以攬一件 不行 我可以攬一件 所以你都是似旁的 對不對 卡住羅里 阿比利弗坐著一艘戰艦 然後把神器交給信長 然後信長 外掛 神器 外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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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確是外掛 故事 暫時也完 但是 整體上 大家都要明白 在何生的作品 你不要理這些原因是什麼 總之他說是就是 我自從Everloo裡面 他告訴你 那隻是狗 之後 我覺得這隻狗是老野 很可能的 其實是 他講什麼 我都覺得 你只要抱著說 是喔 應該是對的了 沒錯的話 你就會看得開心些 剛才說這套東西沒有花窄 是不是上次面孔孔之後 那你說 沒有 很多人 沒有三個狗 八歲 那未知 當然 有遠行靈 沒有中島愛 中島愛說是暫時不玩的 之前好像說 那套東西暫時 星歐 何欣一向都是星歐 那個質量都高 那些作品大概都會是 那這一套 就固然都很強 但是 暫時 他的故事 也是玩到很大的故事 老實說 我覺得打完東之星 都已經要用二十六集了 他一集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他少兩季 他先進去二十六集 中國不出來 關羽曹操那一集 那應該是延續劇 他沒有說他有關羽曹操 不要這樣想 有說好玩一點 可能有些拳武力孫中山 你拳武力孫中山 你拳武力孫中山 好啊 我喜歡啊 你玩大一點不要緊 這套東西 不是啊 戰隊是明朝來的 怎麼會有 對面也有 有啊 有啊 阿歷斯坦達和密哲南 還有開法多齊樂大哥 那些人 有個雌油 我怎麼知道啊 皇帝可能也出來了 我告訴你 我要感情欣 打到你 感情欣 那看看何欣曼 你這麼大 這套東西 跟這個信頂槍一樣 你什麼有名人物出現在 都不出奇的 其實我覺得 他只不過是何欣 所以不需要 尤其是何欣曼 對中文字 對中國 一些很令人廢解的東西 他很有興趣 對的嘛 即是狗啊 哈哈哈哈 很令人廢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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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非常有興趣的 對受狗有興趣的 對受狗有興趣的 這件事不太好 其實這部機體 其實是很像 Everro的骨架 特別是頭 雙肩的刮尖位 其實整體上都很像 他的眼睛的位 你應該這樣說 現在信掌捕魚者 其實是剝了甲的Everro 對 頭基本上是一二二 你看到他當他裝了一隻腳 其實他只是差了少部分的位置 他跟Everro是沒有分別 可能傳神器之後 他就告訴你 其實我經過一萬二千年 做一萬二千年 我終於再轉世 我再為信掌 你吹嗎 應該找兩人駕駛駛駛駛駛 去拿給三幾盒的 你不排除 那然後 有仿神狀態 又說有開雙翼 然後有天人合一 然後可以三人合一 Skyman 像在古復地勢 那還怎樣 然後告訴你 這兩個星球 就是Everro裡面 過了不知多少any 所以那個星球 又沒有資源 所以他才還要揽女 是否很合理 整個故事 Everro三部曲 是這個創性三部曲來的 你看小他 是 失敬失敬 不好意思 真的不好意思 他可能現在說他未看的表題 現在的表題叫做《愚者信長》 其實他未看上面的表題叫做《愚者信長》 其實OK的 鑑不到嗎 我覺得鑑到 真的有什麼問題 哇 達文西可能是不獨先還是前世 是啊 文西 不是 亞瑟王 亞瑟王還沒出樣子 可能是文西 個性不像 文西的個性太像 因為定位太像 文西比較像 定位 個性很像 文西穿回到水鞋 整體上那個套路暫時是這樣的 你說好不好看呢 我真的覺得 都是剛才所說的 何心的東西 看下就算 看下女兒都OK的 但女兒變化這麼大 很難觸摸 很難觸摸 就是文西給他 那我不知道 沒有這個古惑的槍嗎 沒有你明明是三千 他可能有的 你怎麼能夠猜到文西有什麼裝備呢 文西最流行就是玩這個塔羅牌 他什麼時候抽到三千 塔羅牌三千 那不知道 好像PSV 再看一下這套東西 暫時來說 其實暫時還是一套笑回來 有吸引力 你還成像笑 我沒有看這套東西 進步一點才有些人打下去 會比較精彩 現在就全部看了 不知道 可能等過了一萬二千年再看看情況 可能有新的發展 好 那這套到這裏 我們去下一套